Hello 又到了5點鐘的Catch Up 你們今天過了整點 我都開始留意到 其實說是5點鐘的Catch Up 但每次都不是5點鐘 拍的時候未必是5點 然後上載的時候未必是5點 然後你們看的時候也未必是5點 但OK的 其實5點鐘也是一個象徵的時間 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 所以真的有個機會 每天沖沖和我的時候 都可以預留一點點 那麼多時間給你自己 無論是Check In 和自己或者是有這個空間 可能真的可以留下來 整理一下心情再繼續 所以不要緊的 如果你想知道多點 為什麼叫做5點鐘的Club 我可能下次都可以 可以做一段影片 專門介紹一下也好 有興趣的話可以留言給我 可以不可以 這個才不可以 OK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八樣 八樣 我來了Sidney之後 在飲食上的改變 事不宜遲 就馬上來第一樣 第一個就是我多吃了很多沙律 本身個人就沒有特別喜歡吃沙律 我也蠻喜歡吃菜的 但是我喜歡吃的菜是煮過的 炒過的 總之是熟的 然後沙律來說 我以前也會有點不喜歡 它那些 夾的味道 你知道那些菜 還有有時候沙律 如果你不加一些醬 其實又沒有什麼味 但是加醬又很不健康 那來到這裡之後 就真的吃多了很多沙律的菜 很多時候因為是方便 譬如咖啡也會有很多 譬如它已經煮好了一大盤 那其實你午餐 如果拿餐廳 那就是你的沙律 然後我就可以自己選一個 脂肪 可以選擇 雞肉 或者食物的選擇 通常就是豆腐 那都算是一個 我想算營養大到標準的 餐 這樣 適應就是要少少時間的 第二樣 都有少少相關的 就是 都是生的菜 不過有些特別的是 是 紅蘿蔔 我今天還有道具 那我吃多了生的紅蘿蔔 以前對於我來說 生的紅蘿蔔 是一樣 可能沒可能會生吃到 因為覺得味道很奇怪 這邊的紅蘿蔔 我覺得可能要比的話 有些像香港的甘筍 比較多的 味道不太濃 而且也容易入口 另一個朋友 很色彩 就是西芹 我想說 放在五年前 我絕對不可能會吃西芹 紅蘿蔔有10個 這個應該有 20個 以前是很划算的 然後 芫荽就是100萬個 這個我現在可以生吃 但是 竅門 就是 第三樣 這個 就是 它叫做 Hummus 其實它是一種 碟 由於 我也想介紹一下 因為我專門搜尋過 Hummus 其實就是 豆磨了的醬 然後 那些碟子 就可以拿來給你 比如 點 剛剛那些 紅蘿蔔 或者西芹 我可以示範給大家的一種 然後 不想給大家 看到我吃東西的樣子 然後 但是 除了點 比如這些 蔬果 菜之外 都可以點它們裡面 一種 麵包 叫Pita bread 然後 這一些 和 Pita bread 都是一些中東的 食物來的 但是來到這一邊之後 我又發覺 多了很多食 那些人通常會當作一個 都算是健康的 因為它是用一些 豆 我可能真的可以找一找 那些什麼 Chip Peaks 是不是雞 不知道什麼什麼 不太肯定 那 四個 吃多了的 就是 芝士 可能我的朋友都會知道 我本來都不太喜歡吃芝士 但是 你好之好 實在太多了 那 好像碟子一樣 很多人都會拿來 有一個 芝士 你可以 或者是 例如你出去吃飯 有一個 餐廳 大部份的芝士對於我來說 都還是太濃味了 然後 唯一我特別喜歡的 就是 Bree 因為它比較淡 和容易入口一點 都是可以拿來 鋪在 餅乾 或者是 吃起芝士 這樣吃 嗯 我打算剩下的那些 我都 會留回 遲些才再錄 因為 我也要回去 去繼續做我PhD的事 好啦 那我們等一等再見 Hello 回來了 剛才做了下一日 都沒有回到時間 原來 暫時 已經 都提到時間 應該就快到六點 這裡 我們看到後面的天 都日落了 嗯 今天 都 一般 不過 都 可以的 接受的 好啦 回回來 我想我應該說到 第四個 第四個 我來了新年 吃多了很多的 就是 牛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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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佛卡ド 這裡 很值得的習慣 當然要有那麼短 得那麼短 它是阿佛 嗯 牛油果 以前在香港 都知道它是超級食物 不過 都不是很適合 它的味道 來了這裡之後 都多了 吃 可能一來就是多 那 還有 價錢方面 我總是覺得它會便宜過香港 但是你可以跟我檢查 這裡 一般可能就 四元 四個半 嗯 但是最近 過去那兩個月呢 應該是牛油果 極枝當造 還有大豐收 然後就變了 嗯 好像抵達 有 一元一個 真的很誇張 嗯 然後有時候 如果我牛油果 熟得很快 但是我會吃不切呢 那我就會買那些 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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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部分都是吃新鮮的 我都想找個給你 但是我家已經剛剛用完 不過你知道牛油果是什麼樣的啦 嗯 有很多人呢 怎樣吃它呢 那就好最多的就是 譬如 阿佛卡土豆 我自己都最常吃 是那樣 然後試過有一陣子 都可以做 用牛油果 好像sashimi 是 嗯 吃下去的口感呢 你如果 有一點 那些 日式的 壽司醬油呢 然後真的 有些三文院的感覺 我的 發味呢 還有 有其他人呢 我知道就喜歡喝smoothie 丟下去 我自己就一般啦 嗯 好 第五個啦 去到 這一個 真的有點不好意思 我發覺 澳洲來了之後呢 吃甜品這件事呢 真的 顛覆了我的世界 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即是 就算喜歡吃你 都 我應該說 其實不是很想吃的 但來到這裡之後呢 是可以每個星期都有各式各樣的原因 去吃蛋糕啦 或者去吃 即是 我記得特別是以前上學 或者工作的時候 久不久就會有同學同事 帶蛋糕回來的 那可能是慶祝生日啦 可能是 剛好個weekend 然後他們呢 就做了蛋糕 那他又多了就帶回來 這個大家一起吃 甚至乎呢 有試過有同學呢 是 自己有一個很大的興趣 他做蛋糕啦 然後他甚至有自己的 小小的商業 那所以他經常都來不來 會試一些新的蛋糕 他就會帶回來給我們吃 真的做得很 很專業 那除了蛋糕之外呢 還有蛋糕啦 還有Cookies 還有Brownies 任何時候 任何原因 例如我去Visic 別人家 又會做些甜品 帶點東西過去 這樣 在香港呢 就真的好像少一點 我覺得 對了 嗯 如果呢 你們來了Cookies 的話呢 記得跟我說 一定要帶你去 或者一定要介紹 你吃 嗯 有一隻 裡面有Mochi的Donut 即是我的 Love of my life 嗯 對了 好像有點過分熱情 那我快點幫你吃一個 吃一個呢 做了好多的就是喝咖啡啦 那可能是這邊的咖啡的文化啦 那實在是太普遍 不過都會喝的 這些Starbucks全街都是 這邊反而呢 就沒有什麼Starbucks 很多各式各樣的自家的咖啡啦 那你想一下 拿雞 或者 你平時 比如上課 又會有個Morning Break 有個Morning Tea Break 然後Lunch Time 你可能出去逛逛 或者買點東西 或者下午有個Morning Break 或者是Tea Time 然後 每當那些時候 總是覺得 由一開始說 大家 我順便去洗澡 然後陪你買 到後來我自己買 他自己喝 就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 那現在基本上每天都會喝一杯 那視乎情況 有時候就 就這樣 Long Black 嗯 有時候就 加奶 Flat White 這個澳洲 是獨有的 咖啡Expert 你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但我知道 Flat White 和 Latte 的分別 應該是Flat White 再少些奶 然後 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Soyle Latte 那基本上 就不用牛奶 用豆奶 美試骨的人 一定要試 好了 茶 其實都喝多了 不過呢 就不是 中式那些茶 就是 例如 各式各樣 Pepper M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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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nger 嗯 其他各種 嗯 快點快點快點 下一個 這個可能你會有 有點驚訝 糟了 又忘了 數到第幾個 我想應該是第七 哦 第七 第七樣呢 就是 但是 嗯 來了西尼之後呢 我吃多了很多 不同各地的 嗯 嗯 然後 當中呢 我很驚訝發現 原來西尼的Food Diversity 是很大的 還有 大得來呢 我覺得還挺正式的 當中包括 譬如 Vietnamese Thai Korean 嗯 Breek 還有Brazilian 還有什麼 Indian 印度菜 因為我身邊有個朋友 他經常都跟我說 Sidney的印度菜 不是很正宗 但我心想 怎樣是正宗的印度菜 我也不知道 Anyway 但我剛剛提到的那些 其實都 絕對看到很多地區去吃 以及 享負姓名的 嗯 吃到越南河粉 嗯 Fa 這個也值得可以討論一下 又有人讀Fa 又有人讀Fa 究竟是Fa還是Fa 我當Fa 我來了Sidney 其實吃得最多的 就是 自家菜 我自己真的多煮了很多菜 那作為一個 你知啦 國際學生 最方便快趣 最實惠的方法 一定是自己煮的 那 嗯 對 平心而論 我又覺得我的廚藝有日積 有進步 進步還進步 都試了做很多不同的菜 有創意料理 都有一些比較有根植 唯一可以再改進很多的 就是維持穩定度 自己試過呢 雖然說 Sidney有很多不同的菜式 都有很多茶餐廳 或者港式的餐廳 那 究竟是不是香港人開 就未必 究竟有多正宗呢 都說不買的 但是 有時候他們都未必做到一些 想像中的味道 就算很普通的那些 譬如 我記得有一次 突然之間 有一陣子很想吃 青湯牛腩 好 然後呢 但又真的找不到 Sidney那裡有 純粹是因為我找不到 後來我找到原來有地方有 然後 所以想了很久之後 終於得起心肝 自己去煮 那當然 那個成果呢 就當然是沒有在香港 吃到這麼地道 自己在家裡煮 但是都算是滿足了自己的 那個慾望 另一樣試過自己煮的呢 就是 火腿痛 現在起床 突然之間很想做餐 吃到火腿痛 但是又 沒理由早一出去 我又懶惰 所以呢 就找到方法自己煮 這個是容易的 煲仔飯啦 這裏都有的 但是是不是做到那些 你知道香港吃到的 那麼有鑊氣的那些 就 一般了 那 如果很有要求的 你就 轉年一下自己 我可能會買一個 如果你說 如果你真的這麼喜歡吃 煲仔飯 嗯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東西 其實吃東西來說 澳洲 或者特別是Signy 真的不需要擔心 因為 有很多東西吃的 嗯 價錢方面呢 我可能真的要認真 對比一下 我想其實是跟香港差不多 我覺得 對 希望你們今晚都有餐好 鬆吃 講起吃東西 我都要準備去吃飯 嗯 OK 好了 明天希望有機會再 catch up 拜拜